Miradio Youtube頻道的直播又或者是新節目 還有一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這件事我當然知道 交節目月費來之前買Radio 現在除了經PayPal 還可以經PayMe轉數快 或者Patreon來交月費 大家好 新一集天元解密和大家見面 在開始之前 都和大家說一聲 記得訂閱我們的MyRadio頻道 分享 訂閱留言 現在已經月中了 快要月尾了 問題是大家 如果支持我們這個頻道 就交個月費 今天有什麼話題 記得按小鈴鐺 最記得按小鈴鐺 訂閱那裏 奧運來說 氣氛剛剛就 大家都結束了 很開心 今年的奧運就很搞笑 很多評論是以往都沒有的 我們就 玄學節目我們都說過 拿牌可以拿幾面 都是五六面左右 接著來講 我們上個星期都說過 關於流月的風水 荒位 荒位 垃圾 在世界上 很多地方都出現一些 非常大的災害 地震 是的 地震也有 火災也有 因為 全部都是百年難得一遇 水災也是 雨災也是 今年來講 過了納秋之後 還有幾個月才完結 大家都想著新醜年很快過了就會好 但我們預測看 明年都不會怎麼樣好 年底才講 我們一定不會在八月份裡面 講流年 我們的習慣性 我們兩個都是七泉斬來的 我們去到差不多這麼能力新年 我們才會做這個 預測方面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看 第一張PowerPoint 我們也都 就著我們上個月 其實來講 6月和7月之間 希臘那個大火 希臘 有人叫希臘大火 我們找到的地圖 大家可以上網 其實都看到 它在歐洲來講 其實就是東南方 偏南一點 等於黃師傅 上個星期都講過 流年的方位 和流月的方位 正正在五黃加七尺破均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和流年的全球 飛升的方位裡面 這些地方 比較容易會受災的 但因為受災來講 簡直就非常之 令人吃驚 我們上網 如果看到 衛處於歐洲的東南部 人口其實就不太多 只有1000萬多的人左右 希臘來講 他來講 最大的城市 今次是 那個叫做什麼 塞沙諾基 好像是 那裡來講 那個火叔 就真的厲害 暫時據報來講 至少都死了五十人 那百多人受傷 有成千多人 就要逃離這個家園 甚至乎歐洲很多國家 都動用他們那個 大家途中都看到 用直升機去幫助滅火 這個火災來講 就大到真是無論 因為為什麼呢 到現在為止 好像已經是燒了 今天星期二錄影 我們現在轉了 燒了十日 十日 還是十一日 已經好像 都還未能夠 撲滅那個火災 而且這個森林來講 已經燒了 差不多 一半有多 整個森林 差不多 已經燒了60% 那麼厲害 所以這個大火來講 這一場真是一場浩劫來的 真是可以說 那麼正正來講 就是剛剛 就是剛剛 在那個流年方位 跟那個流月方位 重疊 會出現這些這樣的情況 那麼另外來講 就是令人更加 看到都很痛心的 就是海地 海地其實是位於這個 加納比海的 那麼在加納比海 他們就7.2 有些是報7.3級 那麼其實7.3 好像都沒有什麼大分別 都是這麼強的 那麼海地來講 它又是正正 又是剛剛 就是流年東南方 就是我們看 它因為發生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海地的太子港 那麼它那個 國家的地理環境 又很特別的 好像一個反轉的L型 那麼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 右上的那個地圖的話 就會發覺 那麼太子港的位置 也是位處東南方 如果大家上網看到 維基解密 那個 海地的地理位置 那麼它就很 講得就很 就知道了 那麼也都是沒有什麼 怎麼差 那麼所以來講 在這個月份 大概7月裡面來講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五黃亞二黑的 流年方 還有在流月那個 方位的那些重疊 都很大 很留意要注意一下 就是無論大太極 和小太極 都是 那麼海地這個 這麼強烈的地震 那麼就 稱為叫做淺塵地震 那麼 但是呢 造成的傷亡都很厲害 都 最少都三幾百人 已經都 那麼 受傷都千幾人 那麼 原來來講 就是台灣 台灣跟它有幫交的 那麼大家有個圖片 那麼看到 那麼台灣呢 就會 就 緊急救援 緊急救援 這樣 那麼 美國方面都有 但是來講 就 因為海地來講 不是一個很 有錢的國家 都是窮國 都是這樣 都是靠很多國家去支撐的 那麼 所以這次來講 他們這個大地震 造成損害 和損失 就非常之 非常之嚴重 這樣 那麼 就不知為什麼 這裡 7.3級大地震 我們香港這邊 沒有說要捐獻給它 其他地方大地震 就說捐 這樣 那麼 不要緊要 應該來講 有很多國家 都會出現一個人道救援的 那麼 所以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那麼 在這個月份來講 其實都還有很多 其他地方 有些災害 那麼 我們就是 跟大家 就是叫做 檢視一下 那麼 全部都是一些歷來 千年難得一遇 五十年的大災 那麼 都 看起來都 今年新手年都 非常之難過 那麼 其實來講 就是說 除了這些災害之外 來講 有些人為的災害 就是 柯富汗 大家都會提一提 那麼 那裡來講 非常之慘烈 那個地方 那麼 我們就希望 都為那邊的人民 或者海地的 希臘 那些 那些 離難者 都希望他們能夠安息 還有跟他們祈福 那麼大家 集點戲 可以這麼說 那麼 因為呢 就是最近七月份 我就跟黃師傅 剛才有一個聊天 都說 不知道為什麼 一到七月份 這些事件 是特別多的 不要說是 巧 巧不巧也好 就是離證這個月份 來講呢 發生這些 兇災事件 就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要死很多人 是吧 那麼 所以來講 我們七月特輯 裡面 我們就講十炎羅 那麼我們就 加插了一些東西 那麼 那麼 講七月份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怎樣去避這個 陰邪之氣 好了 那麼我們可以看一下 第二 第三章 那個十年聯絡 那張powerpoint 再來 對了 那麼 我跟大家 去談一談 就是說 七月份來講 因為很多人 經過一些 殯儀 醫院 啊 墳場啊 或者在那方面的地區工作的人來講 就較容易 就染上陰氣 啊 就是師父教來 那麼 要記住一件事 人立於天地之間 一切都是命來的 那麼 有些朋友 經常都會問 那麼 世界上有沒有鬼 這件事呢 黃師傅都提過了 總不知 中國有自己的東西 都曾經出現過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那麼 鬼呢 是不是模型呢 又不是 那麼 有些人來講呢 就會有陰眼 看到是一個 很具體的一個影像 或者形象 那樣 那麼 在我們中國 傳統文化裏面 來講呢 鬼神之說呢 其實都流傳了很久 也都很多靈異事件 或者網上呢 都會看到很多 不同的節目呢 都會講及這件事 那麼其實我可以和大家去 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或者分享一下 所謂鬼來講呢 其實就是一種 陰邪之氣 陰邪之氣 陰邪之氣來講 未必一定會上身 那麼我經常都會跟人說 或者你會去到一些 比較陰的地方的時候呢 就等於你去 一間臭豆腐店 你吃完之後 你這件衣服 是不是很多臭豆腐的味道呢 那麼你去到一些 很陰的地方呢 譬如說殯儀館啊 或者一些醫院的停屍間啊 還有醫院周邊來講呢 都會有很多陰靈啊 陰邪之氣 那麼有些人 行運不好 甚至天生來講呢 是容易 我們叫撞邪 那麼就會沾染到一些邪氣在身上 那些邪氣在身上呢 驅散它呢 其實都是很容易的方法 就是不是很難的 那或者來講 在現代來講呢 我們會講呢 這種叫做負面的氣場 或者呢 叫做負面的能量 甚至乎呢 叫做 我比較喜歡用逆詞場來看的 這個逆詞場呢 就會令到你的人呢 尤其是最主要呢 就會覺得呢 那個人的思維 突然間比較凌亂的 那你會發覺到呢 若果有些邪氣的人呢 他們的決定呢 很多時候是錯誤的 甚至乎去買馬買球 都一定不會錯先啦 打麻醉都會輸先啦 甚至乎買一件衣服 都無端端買大了 或者買小了 都會有些很不順的 或者有些打牌 鬼陰眼 滴眼 都不出境 那所以來講呢 有些師傅朋友 他們說 如果你們去完一些 這樣的地方呢 其實去解就是很容易的 那最好在太陽之下 曬下好頸骨 都可以�오理陰邪之氣 當然呀 三十幾度甲地曬ī 當然了 晰衣動不高不高 最緊要有陽氣足的地方 就會好一些 因為呢 晚上來講 因為陰氣會上升的 陽氣也會下降 所以有些场所是比较偏偏的地方 譬如乎是乡间 所以那次我们去看风水 去到八乡 原来太阳没下山的时候 已经看到那里有很多坟头 那些地方就会比较阴一点 甚至乎有些家里 即是说阳宅不是说阴宅 有些家里就是没有阳光到 外面怎样曬太阳 都没有自然光晒进屋 如果是住这些屋的人 其实尽可能把自己家里的灯光 保持木火通明 保持干曼 令到他不要那么阴沉 尤其是一些明八字 起用火的人 我看过很多 有时会骗开他们 就会说 为什么你家里这么暗 是真的会看到这些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他们缺了火的能量 也可以说 对应他命格需要 而他家里不足够阳气的时候 他的运程相对地都会偏低 这些事情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甚至乎好像 现在入了七月努力 很多人都会问 其实这个月份 有什么事情要注意 是否不适宜出夜街 甚至乎以前 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家说 晚上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 又不知是谁 不要转转 对 应他 对 你不应好就应该就出事了 其实流传到现在 都还有人在说 这些事情都是那句 你信不信 但是 有时的事情 不到你不信 信了又没有坏 你自己也想想 晚上 在街上走着突然间有人大叫你的名字 你会想 是不是很奇怪 有什么原因 有个人大叫你的名字 因为现在 加上现在有电话 是不是 直接打电话来 以前没有电话 只是大叫 现在随身都有电话 一个WhatsApp 或者打电话 就已经可以叫到你了 不过可以拆开一下 说个故事 曾经在十几二十年前 有位朋友 他妈妈过了身 竟然可以在阴间 真的信不信不紧 真是当故事听 他妈妈竟然打电话 叫他烧些东西下去 这件事都大气一惊 我听起来来 类似这些故事 都比佳市 好了 在七月的时候 因为阴气比较重 大家要怎样做 保持着自己的气 要正气 尤其是睡眠要足 怎样保持自己的正气 有个正信 正念和正知 人自然会有正气出现 如果你是负面的磁场 就会很容易 沾染到这些邪气 同时间来说 因为 虽然是限聚令 其实在七月份 我建议大家 多多少少聚会都要有 因为聚阳气 在自身方面来说 要开心点 乐观点 宽容点 因为在抗疫疲劳 大家晚上 可以四个人去吃饭 我见到很多食肆都爆炭 大家可以宽容点 开心点 另外来说 如果我一个八字本身 比较弱的朋友来说 他很多时候 在七月份 有邪气功身的时候 你最容易看到 他们有什么情况 很容易会发脾气 口臭 满面油光 暗瘡 那些 我们叫做什么呢 屈结气不通 或者叫做气塞 这些来说 就往往 就真的很容易 师傅所说的 叫做 撞邪 那是不是真的 有东西上身未必 那可能 就是说 周边 很多的 灵界 那些 邪气 那样 是影响到他的 所以来说 这个负面的能量来说 就是对他的 运气 就产生 就不太好的影响 那 真的可以这样说 如果大家来说 发现身边的朋友 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就捉他旗下福 那就可以 用一些方法 帮他散一散 那我呢 最简单的 建议别人 鼠尾草 再加上挨灸 在家里 烧一烧肉 分一分衣服 那人来说 就可以将某些邪气 就可以拘除 那刚才黄师傅都说过 很过瘾的 就是说 不要出夜街 那是吧 因为为什么不要出夜街呢 初一的时候 来说 就已经鬼门关 就已经开了 鬼门关 开的时候 意味着 地府 有很多鬼魂 就会上来 平时都有的 不过开了来说 因为通了关 那 就特别多了 是不是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一幅漫画 因为疫情 那 他们都不敢上来 因为不通关 是吧 所以来说 那我说 夜街是不是不出去呢 都不是 但是来说 不要去那些阴沉 那些地方 因为我们最近来说 这两个星期 都去尖沙咀 有人请吃饭 那我发觉市面 其实都很静的 就是以往来说 就是繁华圈闹的地方 那样 因为可能是疫情 游客也是少了 所以来说 就是说 夜晚 都是最好 都不要出去那些 比较 陰邪之力 较重的场所 那样 那些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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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都会是 那样 另外来说 有些人 他就在这个月份 突然间出现一些 发烧 病得很紧要 面识来说 又不好 有时候会发烂 那样 这些来说 都是说 灵病的 有少少的迹象 就是可以这样说 如果有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刚才我所说 去妙宇祈福下 甚至乎 去一些法力比较高的地方 去静坐一下 其实都可以散得到 但是庙都有分 陰庙和阳庙 因为有些庙真的比较陰的 比较陰的 那些其实不是说他们拜阴 只不过就是说阴气重 很多时候会聚了些鬼魂 廟前 我们常常都说 廟前、廟后三分险 就是因为 他们很多想入庙 但又入不到 因为开了光 阴庙在香港很多间 那我们就不会点名 说了 但是阳气重 或者可以散气 有个地方可以提供给大家 就是池云角的清天虚公 大家不妨去一游 在那里可以静一静的池墙 不知道他们听到我说 又会不会 我不是买广告的 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上去那里做事 而且不要什么 不要晚上亂拍照 你知道现在拿着电话很方便 是啊 那这些都是一个忌讳 包括说不要搭肩膀 相传就是说 人有三把房头 头顶两个肩膀 你如果走过去拍他肩膀 就会容易撞斜 招音的一个说法 甚至乎不要靠牆走 因为很多人都会听过 很多音灵都会黏着牆 如果靠牆走的时候 很容易就沾染到他们 包括晚上很多时候 有些昆虫出现 坊间也有流传 昆虫会不会是亡灵 或者刚刚有亲人过了身 就附托了在那里 所以这些昆虫 你千万不要去打他 或者杀了他 这些也不可以做 在这个月份 这些忌讳要避免很多 王师傅所说的 我们也有很多故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每年我们在清明之后 都会做英灵的超渡 都发觉有时都会有一些很小的 类似蝴蝶 飞进来的昆虫 或者飞蛾 但如果大家上过我的道堂 会发觉到 其实我在那里很密封 基本上来说 开个抽气线 是挺奇怪的 甚至乎有个信众 不知去年还是去年 都帮爸爸做一个法事 在我那里 但做法事之前 那一晚 在他家里 就出现了一只 很怪的昆虫 不知是什么 他有照片拍了 当然不可以公开 因为是他自己的私人 但最特别是什么 在我那里 也都发现了有一只 但不同 他那只是不同的 因为在做法事之前 就会出现黑色的 真是不知是什么昆虫 但他飞进来之后 我当然就不会打他 不会成功 直接是开枪 就慢慢请走他 这些来说 就比比街市 经常都会见到这些东西 尤其是在七月份 这些来说 通常就是那些亡灵 是未安息 如果大家看到这些 譬如很大只那些 通常来说 都是一些老人家的先人 会多些 如果是小一点 漂亮一点 比如我见过 好像图中 那个底色 黄色那些 有少少花纹那些 通常可能都是 小朋友 或者英灵 他们一个 可能是化身 就带一些信息 给你们 会这样 好了 我们经常都会说 骯髒东西 骯髒东西 对一些邪气的东西 就称为骯髒东西 所以大家来说 这个月份来说 一定要保持什么呢 整洁 干净 尤其是身要比较干干净 当然 抗疫的期间来说 大家对卫生 都非常之注意 但除了自己本身 除了人之外来说 上个星期 我们也说过 譬如房子很昏暖 经常把东西 扔到乱了 大龙 尤其是我有时 去帮校户看风水 我发觉到他们 有时 就算那个神像 未开光也好 他们 随便乱砍 就放在书櫃旁边 那些书 就钉着观音像 你告诉我 这个 就是对神明不敬 同时间来说 那个神像 又没有开光 所以来说 就是要整整齐齐 就算你不是供奉的时间 也好 適当地处理 怎样適当地处理 将它包好它 或者放回盒子那里 或者找些师傅来说 就打散它 那就会好些 所以 还有一个流传 就是说 不要带那些雕像 或者玩偶回家 因为孤雲野鬼 没有形态 所以很多时候 会找一些物件 来做一个衣服 如果你带着这些 到处走 亦都很容易 在这个情况下 他见到 咦 有件物件 可以给个衣服 那就走进去 没错了 所以这件事 亦都要注意 包括在这个鬼节期间 不要搬屋 或者买卖 房屋 汽车这些 都有提及到的 这些都要注意 但是有些 我们见到 因为有些 刚刚创业的朋友 有时来说 他们就要 刚刚到期 那个地方 又要在这个月份 就要搬 那你们就可以 请教一下 你们身边的风水师傅 他们会教你做一些东西的 那就令到 你们就顺顺利地 入伙和办公 那我自己就 比较喜欢 就是说 搬进去可以 但是正正式式 开张 和办公的话 就可以迟一点点 这样 避免它 所以我们都说 最重要就是说 家居 和办公室都好 都要干干净 令到那个气场 我们叫做正能量 或者叫做正能量 减少威气 对 甚至乎 在这个月份 我可以建议大家 不妨在网上 偏一个中葵像 关帝像 黏在那裡 都会安心一点 我可以这样说 因为他们都是 辟邪 振宅 振宅 斩鬼之类 滅妖除魔 对 有这样的法力 所以来说 大家在这个月份 都希望轻轻松松 顺顺利利 这样过 有些事情 我觉得我和黄师傅 两个是很有趣的 我们比较提供一些 很经济的方法 去解决一些 小小的问题 尤其是来说 这个月份 都可以做一些 祈福 弗战 弗战 这样的动作 都对大家 是一些好事 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说 宗教 不影响的情况下 那就肖家医 对 肖家医 对 肖家医 我都经常跟他说 我们来说 就是宗教自由 因为我们来说 是很自由的 你要知道 自由都好像 没有什么改变 是吧 宗教自由 我跟他说 他跟我问前程 其实来说 去到道堂 因为你有宗教信仰 你可以选择 张香又行不张都行 没有什么所谓 而且来说 我们就是说 你是问事而已 他们也都可以 不需要说 是不是上来 一定要拜神 或者张香 那些 这样的仪式 不需要的 所以来说 我们是很开放 很开明 也是很自由 这一方面的事情 基督教徒 或者天主教徒 有时他们都要找我们 就是聊聊天 看看什么事 可以帮到手 大家就不要介意 他们自己的信仰 可以不变 第一节的时间 好像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稍后 再来说一说 电言锣 好吗 先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